三哥,虽然在他们眼里你是个学渣 但在我心目中你是最优秀的,别伤心了 妹妹,我不信,你骗人 接上集,两个媒婆来家里向老大沈臣一提亲 结果站小子却无辜躺枪,想想都觉得超级无语 真的,我没骗你,以后你要真找不到老婆 我和哥哥一群养你一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吧,连你都认为我找不到媳妇 我好像没说错什么呀 除了小宝,在我心目中站小子也是最优秀的 只是他身处豪门,外界对他的标准更高而已 在沈家老大老二和小时的比较下 他常常被当成豪门里的反面教材 有时候站小子也在想,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算了,小爷我就做我自己,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不就是学习吗,小爷我只要略微认真一下 明年高考肯定拿下 过了几天,陈一将家里有人来提亲的事告诉了温琪 想多逗她,看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琪琪,前两天家里来了人给我介绍对象,据说条件还不错呢 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 哼,你以为就你有人上门提亲啊 我家门槛还不是差点被他们踏破了 什么,那你父母是什么态度,你没去和他们见面吧 一听温琪也有这样的遭遇,陈一顿时紧张得不行,甚至比温琪的反应还要大 嘿嘿嘿 瞧你紧张的样子,当然没有了,全被我打发走了 我父母告诉过我,你是沈家的长子,有很多人上门攀附也不奇怪 所以,你是什么态度呢 我的态度你还不知道吗,这些人早被我爷爷奶奶轰出去了 琪琪,你这么好,这辈子除了你,我谁也不娶,这就是我的态度 哎呀,肉麻死了 温琪的家族虽然比不上沈氏,但在豪门之中也算得上市门当户对 灰姑娘的故事一般只存在于童话里,白马王子陪公主才是现实 沈大,你居然给陈一这小子放五天假 当年我追狼龄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卡我假期的吗 你这是找我犯舅长来了 舅长,咱一会儿再说 沈浩找沈大其实另有目的,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大哥,我没别的意思,陈一回来了,给我也放几天假呗 陪你弟妹出去度个假 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直接说几天 半个月 滚,最多七天 我们计划的就是七天,谢了大哥,闪人了 完蛋,沈大居然也被套路,不过兄弟之间这都无所谓 谁要是干累了,休息几天又有何妨 第二天,沈一带着小宝到忘年交张老爷子家里做客 也就是温琪的外公 蹭饭的又来了,蹭饭的又来了 傻鸟,闭上你的鸟嘴,小心中午把你烤着吃了 傻宝,把你爷烤着吃了,烤全宝,烤全宝 张老爷子一见沈一带着小宝来了,立马从屋里迎了上来 张爷爷,您家这傻鸟该教训教训了 给吃的就说欢迎光临,不给吃的就骂我傻宝,太可恨了 好好好,张爷爷过两天就收拾他 以前的张老头见到沈一称兄道弟 现在见到他就是一肚子气 就是因为他家的臭小子管了他的宝贝外孙女 我说沈一啊,你小子当年带走老子外孙女 几个意思啊,难道你还缺闺女 闺女倒是不缺,但是缺儿媳啊 这话一出,沈一直接摊盘 轰的一下给张老头来了个先发制人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当年一学下降其为由 把我外孙女管你家去了 张老头,冤大头,丢了孙女真发愁 气得老张想跳楼,想,跳,楼 你这只傻鸟 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 我得找个502把你的臭嘴封上 其实老张头嘴上过不去 但心里却是非常支持这门婚事 能加入沈家这种和睦的大家庭 他心里早就偷着乐 温奇很聪明伶俐,也很知书达理 但我家那小子也很优秀 两孩子在一起,你老张头不是亏 好话歹话都让你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进屋吧,我的小亲家 这称虎怎么感觉怪怪的 我只没得到 这个 我的不论 你看 cherry 好 from 我